謝謝主席 有請法務部部長 部長 文言早 部長好 打擊詐騙犯罪所需要的人力 所需要的資源 所需要的科技偵查手段 我相信這個會期到這裡 部長可以充分的感覺到 在野黨是權力的支持 但是 在另外一個方面 當我們發現到 詐騙集團猖獗 裡面竟然有檢察官涉入的話 這件事情 要嚴肅的追究責任 之前 有一次啊 你們有來涉及法治委員會 我已經公開救教過 當時的法務部的次長 我說 詐騙集團 跟不肖的律師集團勾結 一起在搞詐騙 結果竟然有檢察官 還鼓勵 他律師的男友 去加入 這個詐騙集團 後來 他的律師男友 依照 不僅僅是加重詐欺 還依照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被起訴 檢察官 鼓勵他的律師男友 去加入犯罪組織 害人聽聞 更離譜的事情 是什麼 更離譜的事情 是 他的律師男友 所在幫忙 辯護 偵查當中的案件 結果接下來 在公訴的時候 是這個檢察官 在立庭 這件事情 部長有沒有掌握 這部分 我們也責成了 那個 抬高檢 來做行政調查 什麼時候責成 抬高檢 進行調查的 這部分 我們是在6月12日 6月12日 那之前法務部 在做什麼 之前法務部 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 法務部 是6月12號 才知道嗎 這件事情 法務部什麼時候知道的 那個犯罪主治什麼時候被起訴的 法務部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拖到6月12號 請說明 這部分事實上 在桃園地檢署 已經有做行政調查了 所以呢 4月 就有行政調查了 對於桃園地檢署 4月份 所做的行政調查 法務部滿不滿意 這部分 我們尊重那個 桃園地檢的 桃園地檢的 你們的行政調查 法務部是一句尊重 就可以解決的嗎 分兩個部分 6月12號 你們交給台高檢 台高檢發出來的聲明稿 法務部的新聞稿 全部都是什麼 進行刑事的偵辦 刑事的偵辦 歸刑事的偵辦 來看一下 你們所發的新聞稿 要求他做的是什麼 刑事的偵查 刑事的偵辦 現在我要處理的事情是什麼 刑事的偵查 刑事的偵辦 交給檢察官去偵辦犯罪 我沒有意見 我有意見的是什麼 我有意見的是 你們的行政調查報告在哪裡 你說 之前 桃園地檢署 有做行政調查 也移到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了 可是我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就問了嘛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移送給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事實 有包括那一位檢察官 竟然在他炸團男友 所幫忙辯護的案件當中立庭嗎 有包括說 他在立庭的時候 竟然沒有救壘犯 應該加重其刑的事實 具體指出證據方法嗎 上一次 市長黃謀信說的是 這個評鑑 沒有包括這個移送的事實 市長講的對不對 上次個案評鑑這部分的確是沒有包括 所以我才問嘛 桃園地檢署的評鑑事實 法務部滿不滿意 所以我們才責令 在6月10號在責令抬高檢 在做 直接在桃園地檢做了行政調查 這兩個部分喔 第一個 刑事部分 刑事的部分 你們發新聞稿 說在偵查嘛 第二個部分 行政調查現在有在進行嗎 現在有在進行 行政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需要多久 這部分喔 那個我們是希望能夠盡數來做一個 盡數是多久 這個要看那個整個那個 整個行政調查的一些的 需要釐清的事實來做判斷 所以我才請教部長 行政調查需要多久 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還是一年 通常這種行政調查 通常這種行政調查 需要做多久 這個是要看那個調查的這些事實 是 所以需要多久 所以部長期待 所謂的盡快要多久 是不是兩個月 我為什麼問部長這個問題 來看一下 從去年的時候 我還沒有進入立法院 我在民間社會 我一直在追 洗錢上百億的郭哲民 把它放掉 新北地檢署 要出來給大家一個交代 來看一下 請部長看一下 我做的時間訊 2023年3月的時候 新北地檢署說 因為有刑事案件還在偵辦 所以他不好說明行政調查的結果 等到去年8月的時候 他說 被告都全部到案 盡數調查 釐清相關刑事及行政責任 事實對外公布 到了今年3月 我繼續問 新北地檢署發的新聞稿是什麼 行政調查程序仍在進行 還沒有結案 沒有辦法提供行政調查結果 從去年的3月 到今年的3月 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喔 我要的是行政調查的結果 都叫不出來啊 現在來請問一下 這份行政調查報告 做完了沒有 還在進行中 所以嘛 我剛才問你嘛 對於法務部來講 所謂的行政調查 到底是要進行多久 進行一年多喔 一年多喔 都已經被彈劾了 移送懲戒法庭了 進行一年多喔 我們法務部 所進行的行政調查報告 還沒有出來 這樣的效率 部長你滿意嗎 欸 這個我們就尊重那個 整個一個行政調查的一個 一個機關的一些的 我們當然尊重嘛 但問題是什麼 人民在看的是什麼 人都已經放出去了耶 放出去了以後 該滅政的 該串供的 處理的差不多了 去年8月才抓回來 去年8月抓回來 到現在又快一年了 一個行政調查做不出來 這是用行政調查在拖延嗎 這是用行政調查在包庇嗎 請教部長 我們絕對沒有包庇的 這些的 所以你要怎麼解釋 一年多 行政調查報告交不出來 我們尊重他的結果是什麼 一年多交不出來 兩年夠不夠 三年夠不夠 還是要五年 行政調查還是我們 必須要 整密的去調查 不是 到目前為止 都已經被彈劾移送懲戒法院了 你們還要整密的調查 搞了一年多耶 連行政調查報告都交不出來 有什麼難以啟齒的理由 有什麼難以啟齒的理由 都已經被移送懲戒法庭了耶 行政調查報告還交不出來 今天如果是刑事偵查的話 那個是社會輿論要監督啊 這是行政調查耶 行政調查 不是法務部應該 去負責任的範圍嗎 說一句 要大家尊重行政調查 我們都尊重啊 我很有耐心的等啊 我從去年的三月一路問 問到現在 問到現在 行政調查報告還做不出來 這樣的效率 部長可以接受嗎 我們會督導 會督導 好 我們拭目以待啊 你剛剛說那一個 檢察官 幫助 鼓勵 他的律師男友 去加入犯罪組織搞詐騙的 你說那份行政調查報告 兩個月可以做出來嗎 剛剛這個是你說的嗎 我們要督導他們再 好兩個月可以做出來 這一份 已經做了一年多了 還需要再多久 剛剛你不是說你要督導嗎 我相信你的督導啊 剛剛那一份 兩個月要做出來 現在這一份拖了一年多 還需要多久 我再來了解 好來 第二個 針對有關於啊 科技偵查 我們大家 其實都支持 但我最近 看到法務務轉來一個行 我看得很震驚啊 我們針對網路流量紀錄 我們大家 支持 在科技偵查所需要的偵查手段 特別是在打擊 詐騙 但我看到你們所提出來 簡單的一張紙 簡單的一張紙喔 裡面沒有戲目 沒有內容 最後只跟大家講說 我們建置這個網路流量紀錄 的保存 一開始的時候就要花上百億 一開始喔 就要花上百億 三大電信業者 每一個電信業者 這塊大餅可以分到30億 這個錢到底是怎麼估算出來的 請部長 這個是由調查局跟警政署來估算出來的 調查局是不是法務部所屬 是吧 是啊 對啊 啊你做法務部部長 調查局不是你的轄下機關嗎 所以我現在請教你啊 這一百億 一開始建置就要一百億 是怎麼估算出來的 怎麼估算出來的 三大電信業者 每一個電信業者分30億 結果立法院跟你們要報告 給一張紙喔 拿一張紙來 要過上百億 這樣對嗎 這個是建置的 這是屬於技術層面的一個問題 這部分喔 我想那個建置機關 他們會有做一個評估跟一個 好 建置機關的評估 這一百億怎麼計算出來的 可不可以提供詳細的內容 給施法法治委員會 而不是只有一張紙啊 打炸需要的 打炸需要的 我們一定會給後盾 但我看到一張紙一百億的時候 我需要更細的內容 我才能負責任的做決策嘛 一張紙喔 一百億 三大電信業者各要30億 怎麼計算出來的 這個費用合理嗎 成本怎麼計算的 需不需要跟施法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針對你們估算的細節 提供詳細的資料 來 請教部長 這部分我們再來做一個 需要多久 你一百億總有個基礎嘛 你們跟三大電信業者開會的資料 計算的基準 怎麼收費的 一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內提供資料 我先跟大家講 一百億是什麼概念啊 調查局一年的預算多少錢 部長你知不知道 而且很抱歉 六十九億兩千萬 刑事警察局一年的預算多少 這個我不清楚 三十二億沒有關係啊 在PPT上面我都幫你整理好 沒有要考你啦 一百億是什麼概念 一個調查局 加一個刑事警察局 一年的預算喔 從人事費到業務費 我再強調一次 需要的錢 需要的科技偵查手段 我們都會支持 但處理的方式 絕對不是像現在的法務部一樣 拿一張紙來喔 A4的紙喔 上面沒有寫幾個字 就說要一百億 相關的資料 請法務部 一個禮拜之內提出來 謝謝 好那這個部分 就麻煩法務部 一個禮拜內提出來 好謝謝 先快